历史文献中曾记录了一个古四水国 但古四水国是否真的存在 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直到对江苏省三庄乡墓葬群进行发掘后 一个庞大的地下王朝浮出水面 四水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 它是如何出现又是怎样消亡 墓葬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 揭开古四水国的秘密 川城是江苏省四阳县的一个千年古镇 古镇上有三怪 一是饼怪 二是井怪 三是地势怪 这里的大饼直径有60厘米 厚度达5厘米左右 需要几个人才能吃完一张大饼 相传程耀金带领瓦刚兄弟 路过川城值班军粮 这种大饼是由程耀金所创 当地百姓相传 川城曾有72口古井 这些古井的水杯线有得高于地平面 在古代 达井不是平民百姓能做的事 川城的地势更为古怪 中间高四周低 而且高低相差悬殊 据民间相传 川城制高点是薛仁贵的点降台 这种种现象 似乎都在将人们的思维 引向一个神秘军团 随后专家发现 在川城往四阳县城方向 和三庄相接壤的中轴线上 散布着六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土墩 这些土墩比川城传说中的点降台 小了一些 周围也没有那么多古井 川字在古文中有墓穴的意思 川城会是一个大型古墓吗 当地百姓说 这里大土墩的坡脚位置 都有一个寸草不生的台子 村民称它为借气台 专家认为 这些借气台可能就是祭拜台 在对这些土墩进行实地勘察后 专家最后证实 这些大土墩就是西汉古墓群 它们有规律地分布在 一条南北中轴线上 四阳位于古四水之阳的地方 从刘邦建立西汉到王莽篡位 西汉中央政府 在如今的江苏地区 曾分分过五个诸侯国 楚国 吴国 江都国 广陵国 四水国 徐州的楚国墓 扬州的吴国墓 江都国王墓和广陵国王墓都已经发掘 唯独四水王墓还没有发现 这些古墓会是四水国的亡灵墓葬吗 由于墓葬不断遭到盗墓贼的破坏 考古专家决定对四阳汉墓群进行抢救式挖掘 经过不断勘查 最终选择外观保存较为完整的陈墩和大清墩 大清墩汉墓占地7000平方米 陈墩在大清墩的北侧 占地1700多平方米 2000年11月20日 开始了对陈墩古墓的挖掘工作 经过不断清理 一具完整的棺果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座汉墓有主棺和边箱两个部分 专家在边箱部分共出土了75件文物 这些文物中有青铜壶 青铜顶 漆盘 耳碑等 出土的一架古色长1.6米 宽0.5米 除了古色 还发现了很多和音乐有关的器物 随后将主棺打开后 眼前的景象不免让大家有些失落 主棺内除了一具古人一孩 就剩下为数不多的随当器物 这时 在整理边箱文物的考古人员 发现了一件写有张式文字的漆盒 难道 墓主人姓张吗 文字是考古工作中最希望找到的实物资料 他所传达的古代信息 要比几件器物多得多 然而 就在考古人员将要收工时 又发生了转折性的一幕 在对官室混合腐败物进行筛网时 竟发现了一枚同志闺牛印章 印章上刻着张廷义 映绍汉官仪记载 诸侯王 黄金喜 妥妥扭 列侯乃至丞相 太尉与三公 前后左右将军 黄金印闺牛 中二千石 银印闺牛 印章的出现证明墓主人 是一个叫张廷义的人 在对张廷义的骨骼进行研究后 一个更让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了 张廷义是一位35岁左右的女性 而且她不是汉人 她竟然是个匈奴女人 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确定 陈敦墓是一个女性贵族墓 但匈奴人张廷义和四水国 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 考古人员将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大清敦古墓的发掘上 2002年12月10日 大清敦古墓的挖掘工作开始了 当挖至墩顶以下八米时 一个早期大稻洞出现在眼前 考古人员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发掘至此 覆水难收 考古人员决定继续向下挖 当一层层夯土被清理出去后 一个上面铺满金丝南枕墓的巨大棺果出现了 金丝南墓是一种珍贵木材 墓质坚硬密度很大 防腐性能好 一直是历代皇室贵族墓葬的首选 用金丝南墓做棺果 也意味着墓主人地位不一般 墓室南北朝向 由主墓室和东西南北外藏果相围绕 南北长约9.6米 宽8.8米 高2.7米 从整个墓室规模来看 这无疑是一个王侯级别的墓葬 考古人员决定 先从四周外藏果入手 打开四周外藏果的盖板后 里面放着各种陪葬品 南外藏果共有随葬木笠蛹36件 木座蛹29件 木齐蛹9件 木马15件 木珠1件 木制房屋模型1件 另外还有木车 桃器 铜器 铁骑等文物十多件 在主观式和南外藏果之间 出土的一件弩机 被考古界称为中国第一弩机 弩机采用错金银工艺 刻画了一件双雕的图案 发现了当时最有杀伤力的武器 一直是考古队所期盼的 能拥有这样华美的武器 墓主人会是谁呢 在墓道西边的陪葬坑里 发现了大量的马俑和墓俑 经统计 马俑共有72匹 另外还有车辆 以及驾车的御守 显然这是一个马车队 马车共有9辆 能够使用9辆车 来作为出行仪仗 专家猜测 墓主人可能是 帝王一级的人物 2003年1月7日 大清墩的主墓室终于被打开 在主墓室棺果的正中间 插着一根墓柱子 眼前的景象和预料中的一样 主墓室被盗严重 除了悉尼外 什么都没有发现 主观室分为东西两室 东侧的主室为男墓柱人室 西侧的副室为女墓柱人室 在以往的发掘中 即便是墓葬被盗 也会发现人骨 牙齿 或者玉残片之类的东西 但这座墓葬的情景 让考古人员有些疑惑 而那根插在主墓室里的墓柱子 是意外 还是有人刻意为之 大清敦古墓的发掘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然而对于印证四水国的有利证据 仍然没有找到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一位考古队员 在南侧外藏果的果板底部 发现了文字 上面刻着 四水王种 这四个字的出现 也证明了四水王国真的存在过 那么 这座古墓的主人 会是四水王六代王中的哪一个呢 根据文献记载 汉武帝远顶四年 封常山县王少子刘商为四水王 公元九年往往篡位 四水国最后一代国王刘靖 被废为公 第二年 废四水国 从刘商到刘靖 四水国历时123年 相继传五代六王 从出土的文物判断 考古人员认为 大清墩应该是西汉中晚期的古墓 在根据六王在位实践 专家猜测 大清墩的主人最有可能 是五世王刘俊和六世王刘靖 也有学者认为大清墩 是六世王刘靖墓的可能性比较大 刘靖被王莽废除后 已经不具备王的资格 这也刚好可以解释 墓主人为何要将四水王种 刻在果板下面 然而 就在考古人员筛查饶土时 戏剧性的一幕 又发生了 他们在饶土里发现了一枚 银制龟钮印章 印章上刻着刘髓 四水王六代王中 并没有有关刘髓的记载 刘髓的身世之谜 还需要考古论证 但不管怎样 陈墩和大清墩和大清墩的发觉都证明了古四水国真的存在 有专家认为四水王城可能就分布在川城附近 2016年6月 考古队在田间考察时发现了一个疑似王城的汉代古城遗址 这个遗址在四水国墓葬群的最南端 从高空俯视古墓群 川城和古城遗址刚好在一条直线上 但还有专家认为 四水王城不应该与川城和正在勘测的古城遗址有多大联系 作为四水国的都城 不应该距离王陵这么近 在风水上应该是非常讲究的 他认为四水国都城应该在四阳县城 土地肥沃 水草丰美的 锅底糊处 川城的川子有挖木的意思 庞大的墓葬群需要大量的人工 而川城很可能是修筑四水王陵的工人们生活的地方 考古队员仔细测量了古城遗址 遗址长约500米 宽约300米 面积15000平方米 作为都城 规模似乎并不大 但考古队员还是坚定地认为 这个遗址就是四水国都城 汉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 四水国户2500025 口19114 县三 陵 四阳 鱼 根据记载分析 四水国是个非常小的王国 辖县只有三个 据考古人员研究 四水国的分封和西汉王室的内部矛盾有关 汉景帝曾经分封自己最小的儿子 刘顺为常山王 但刘顺养尊处优 妻妾成群 不务正业 与自己的王后和太子关系不好 刘顺病逝后 太子刘伯不顾众孝在身 胡作非为 刘顺的长子对此极其不满 于是将情况上报给五帝 汉武帝派亭玉前去调查 这时 刚继承王位的太子 非但没有收敛 竟然还私藏证人 擅自做主释放疑犯 于是 亭玉上奏皇帝 要求诛杀太子刘伯和王后休 但汉武帝念及手足之请 于是废掉太子王位 将全家流放到房陵 然而没过多久 汉武帝就后悔了自己的做法 觉得对太子的处罚过重 汉武帝认为 自己的弟弟刘顺死得太早 因而封刘顺比较宠幸的妃子 所生的儿子 刘平为真定王 刘伤为四水王 纵观百年历史 四水国并无丰功伟绩 只是一个势力弱小 无所作为的诸侯小国 就像大清敦出土的文物 既无金铝玉衣 也无黄肠提凑 随当气武多为名气 而研究汉史的学者认为 四水国的弱小另有他因 四水国是项羽的家乡 汉朝不愿意让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大的王国 处汉之争 项羽乌江自吻 刘邦从而夺得天下 为了彰显他的宽广胸怀 刘邦表示 诸项之鼠 汉王皆不诛杀 但有学者认为 刘邦不仅指使冠英 打开杀进 还杀死了项羽的父母 刘邦夺得天下后 在徐州建立了强大的楚国 在楚国南面 分封了吴国 唯独把吴楚之间的宿谦地区 项羽的家乡 给边缘化了 即便到了汉武帝时期 分封了四水国 但是也只是分封了三个县 极力规避了项羽的老家宿谦 王莽新政结束后 公元二五年 东汉封建王朝建立 光武帝刘秀 曾重建四水国 九年后 光武帝废除四水国 将蜀地纳入广陵郡 送金之后 四水被黄河夺到 江淮多次爆发洪水 古四水国也就这样 淹没在洪灾之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